很多宝宝都在问如何拔鼠鼠养胖 给大家总结了几种比较长到的食物 这是猪猪刚到家的样子 这是小米刚到家的样子 这是小猪一个月的样子 长身体的时候可以喂喂养奶 一周两次到三次 吃虫虫 最好是活的 营养价值高不会上火 一次喂两根到三根 一周也是两三次就行 反正不要天天喂 不然会吃腻 蛋白糊糊 各种穀物打磨成粉 加点椰蓉或养奶粉四口性会更好 糊糊和水二比一对 搅成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一周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虾 蛋白质很高 有条件可以喂喂 给一半就行 重点来了 副师 制作教程已打在上面 这个可以自己动手做做 这个就很适合刚生完宝宝的鼠妈 它长身体的鼠宝 每满月时可以天天喂 满月后的鼠鼠一周喂一次 这时已经五个月大的小米已经敞开了 鼠鼠也是一如既往的喜欢喝羊奶 接下来就是吃虾 吃鸡胸肉 吃虾的小米 吃斧石的小米 吃虾的猪猪 吃坦克虫的小米 这是半年大的猪猪 这是半年大的小米 这是三个月大的小猪 小猪有点挑食不吃虾 不喝羊奶 不吃面包虫 但是小猪吃凉就厉害 所以也是胖胖的 总之就是妹妹容易长肉一些 弟弟的话可能比较挑食 但是再怎么挑食也会吃糊糊跟腐蚀 我们要健康的胖 不追求过度肥胖 大子 闻口